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男主逛街时看到了一家仇人礼品店 男主进入礼品店后 店主给男主讲了很多礼品的用途 但是由于很多礼品用途很奇怪 说得神乎其神 男主觉得诡异后就准备离开了 礼品店主在男主离开之际突然准确地说出了男主的信息 并表示男主将收到六个礼物 如果发现笑脸logo 那就是一件属于他的礼物 起初并不在意 男主却在随后开车的路上出了车祸 还好人没事 就是两车相撞 在事故交谈过程中 他发现了logo 男主立刻赶去商店 商店却早已不在 男主回到家中后小心翼翼 立刻吩咐员工去调查谁去修的车以防再次被送礼 疑神疑鬼的他就连用平板电脑都是用猫爪触碰 果然没过一会儿 小猫就中毒死了 男主砸开了平板 平板里再次出现logo 他立刻把所有同事们送他的礼物都丢入了垃圾桶 第二天男主回到公司上班 发现之前和他对着干的阿素和曾经的女友友人 愤怒的他辞退了阿素 下班后天降大雨 公司保安好心递给男主一把雨伞 刚出去的他突然想起来 曾经在礼品店里 店主提到的伞 他立刻丢掉了伞 果然伞爆炸了 惊慌失措的男主撒腿就跑 他刚跑到了铁路旁 鞋子和手表被铁轨吸住 怎么扯都扯不掉 千军一发之际 阿素赶到救了男主 男主跪地向阿素道歉 之前自己不应该和他吵架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别人 正是阿素捣的鬼 同时阿素只是为了给男主一个教训 所以设了这么多套 故事三 鬼四利 暗夜离魂 阿一和阿佐是一对盗窃大盗 在一次的盗窃实施过程中 阿一意外打死了房屋的女主 这件事当然惊动了警察 阿佐想收手 阿一却威胁阿佐和他再干一票 并且带上他的弟弟 盗窃实施依旧一帆风顺 不料却在返回途中遇到了警察 三人抱头鼠窜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医院中 正准备分赃时 突然有一个黑影飘过 慌张的三人立刻寻找 黑影突然钻进了箱子 当阿一准备开枪打死黑影时 黑影突然说到 如果开枪打死她的话 弟弟也会死 弟弟突然惨叫 阿一慌乱寻找弟弟时 看到阿佐想要卷款潜逃 阿一一枪打死了她 没有找到弟弟的她再次回去 黑影说 就是死去的女主 让她来报仇 并且让她用一根指头换弟弟 阿一只好照做 割下手指后 阿一发现黑影就是阿佐 阿佐声称 女主不肯善罢甘休 只有割下其他手指 女主才会放过她 阿一只好割下了一只手的所有手指 处理完伤口后 阿一打开黑箱 发现只有一个大喇叭 阿佐此时已经骑车逃走了 阿佐只是为了钱财 设置了这一切 阿一这时才知道已经中计 阿一回到刚才的尸体边上发现 死的人是弟弟 不是阿佐 这时医院已经被警察包围 走投无路的阿一开枪自杀了 天道轮回 第二天清晨 阿佐在逃跑过程中 被急迟来的卡车撞死 故事四 鬼司力 失变阿公 阿公去世后 一家人为阿公守夜 就在守夜的一天晚上 阿公突然失变站了起来 吓坏了一家人 第二天家里人急忙请来了道士做法 道士告诉他们 阿公知道宝藏之地 并让他们轮流守夜 阿公自会告诉他们地方 孙女小松守夜时 突然听到半夜有动静 起床查看 发现冰箱被翻得乱作一团 小松知道阿公生前就喜欢半夜翻冰箱 也就默默收拾好了冰箱 查看阿公时 果然阿公的手上还留有食物残渣 小爱之后起床解手 却发现阿公不在了 回头时阿公突然出现 小爱被吓得大叫 闻讯赶来的大家都疑神疑鬼 把阿公搬回去时 又被手机铃声吓了一跳 小丢在经过这么大的压力后 回房释放一下 却在释放的时候 阿公突然出现 大家再次慌乱之时 小松发现了阿公手里攥着的照片 照片上是阿公的初恋 小松懂了什么 打开了家门 阿公走了出去 家人跟随阿公来到了一个公园 阿公再给大家交代一番后 就过桥走了 在桥对面 阿公和阿婆重逢归去 四个小故事便都结束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